花生是一种很普遍的食品 我们很多时候用来 擦面包、花生酱 或者当作一个口果 猪豆、咸脆花生 各式各样的做法 但是其实这种普遍的食物 有很多人 碰一下也不行 这个食物敏感 会引致他们很大的反应 对这方面如果是敏感的人 碰到花生或者吃了之后 会有嘔吐、 辐射、 酵喘、 濕疹 这些普通的反应 厌重甚至有过敏性的休克 我曾经有个朋友 一个孙子的孙女都是几岁的 他们对很多食物都敏感 对花生尤其是 所以他们如果出外吃东西 那里有花生在 他们的筷子碰过如果夹的食物 给那个小朋友吃 他都立即会腫了 呼吸有困难 最近他曾经隔离的 朋友 给了几粒的 聪明豆花生巧克力 他的妈妈不在 隔离的那个是新的 不知道 他是吃了几粒 聪明豆花生 立即要送医院 全身腫了 红肿 呼吸有困难 所以花生这个食物 如果是在那个 食物上含有的话 他一定要在他的标签那里 很明确地告诉别人 避免别人 不知道吃了这个花生 有这个反应 在香港 在2013年 3月的时候 他发出了一个警报 就是有一种 食物的 致敏感 的警报 是存在在一个 韩国面糕酱里面 这个敏感的食物 就是花生 即是说 这个面糕酱 他怀疑 含有花生 但是没有在这个 食物的标签标明 所以 朋友很多时候都会 喜欢用面糕酱 做一个叫 Missel的汤 即是说 你做完这个汤底 你适量 加进去 它就会有一个面糕的清汤 是很好吃的 那么 这个的韩国产品 就真的会 有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政府 就是下令 不准出售 以及 已经买了的市民 你们不要吃了 这个韩国面糕酱 是一个 腸腸地 的 胶盒 角是圆的 长而圆角 是绿色的 如果各位朋友 你们香港 当然已经不准买了 但是 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很多时候 他们买了之后 才发觉 有这个存在 政府未公布的时候 你们都要小心 这个绿色胶盒装的 韩国面糕酱 希望你们 小心 有花生敏感的人 绝对 不要食用了